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我是李国庆 总会有日农村逢,不会日日富村洞 在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升了303点,收报28,765点 今天的升幅很大,但成交还没收到,只有675亿 虽然成交不行,但好歹今天的港股总算突破了近期的横行区 不会日日富村洞 今天终于看到农村凤升了上来,大家看看恒新指数的图 技术上高恒指,今天重返上高倒形顶下跌跌口之上 这个位置是28,775点,还有这条下降轨之上,四分之三的机会 今天都可以说是转回绿灯的了,短线可能很大机会转回绿灯了,为什么呢? 事源就是两大原因,第一个就是中美贸易战或者贸谈有少少转机 少少而已,不多,第二个就是美国减息的幅度 这个预期又再升温了,去到0.5厘,这样 好,两件事逐个来讲,第一个就是中美贸谈方面 美国财长武蔭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在18号的时候和中国的官员通了电话 尋求解决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争议 大家谈了些什么就没有详细透露 不过,刘鹤就应邀和他们谈电话 市场就估计,可能都有少少机会 大家可能会谈到,希望双方可以面谈 由于,其实6月底在G20,大阪G20峰会之后 中美的贸谈都在卡住了 大家就说会谈,不过来来去去都只是讲电话 还没有这个面谈,所以市场为之担心 懒了一段,现在又传出来的消息就是 他们谈电话之后,似乎都可以谈一下 有机会憧憬,会不会大家可以让他出来面谈 这个稍微利好一点,所以今天中港故事都弹了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昨晚 联储局副主席和排第三的 联储局第三号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长 威廉斯,两个人都在放了少少夹出来 令到市场对于今个月底 即7月31号联邦储备局开会之后 由减息的预期又再升温 一向都预减的,不过一直都是 减可能只有0.25厘 现在又上去,可能股去到有0.5厘 那百分比上去四十几个百分比 即是减0.25厘的,就降到只有五十几个百分比 就不像一面倒那样 上次曾经被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在说完这些东西之后 令到大家降温的就是 估计只会减0.25厘的,去到八十个百分比 只有十几个百分比 不够两成,就估计0.5厘 现在又再上去,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联储局副主席克拉里达就说 尽早减息会是好的策略 联储局不应该等到经济形势变得很差的时候 才实施这个一系列的减息 纽约联储备银行行长威廉斯 就引述这些学术的文章 他就说,其实都是要快点减息的 不要等经济差了你才来搞 好了,他说完了之后 市场就为之一阵 昨晚道指或者美国三大指数本来都是跌的 结果都可以是倒收 倒升来收,升市来收 我们看一下道指 道指昨天本来是跌的 打算咬上去收 虽然升不多 但是就是说,会不会这个调整呢? 都差不多 它仍然都保持在一条上升轨之上 前浪顶之上 如果这个调整,然后再升回 都挺好的,都一浪高于一浪的走势 那现在市场都是充满这个憧憬 就是比较乐观 对这个减息的预期 再加上刚才说的 中美责战那里呢 雙方又谈电话 又传出来 所以刺激到今天呢 中港股市呢 都做回好些了 那你见到恒指 今天这个有少少凸头 那国企指数今天升幅大多少少 有1.16% 而且呢 它凸头的情况呢 就更加明显一点 更加明显一点 那所以呢 再加上上证指数呢 昨天呢 本来说跌下去 要试这条上升轨 今天呢 就出回好些少 那你见到呢 如果中港来看呢 港股呢 始终都是好过A股的 上证指数呢 始终呢 现在都仍在低那里 仍在挖住在一条上升轨 不是在上高 如果它上回来上高呢 三千 那就比较乐观些 那现在恒指呢 就是上回来高些 是吧 有机会挑战回呢 7月初 7月初 这个高位 这个高位呢 这一天的高位呢 就是 二千 所谓 二万九千 零七点的 那如果呢 上回来二九 两万九之上呢 那就可以说是 确认到呢 他今次转六灯的了 那如果转到六灯 那怎样呢 那这里有一个下跌列口 是吧 这个下跌列口呢 估计今次呢 如果真的转到六灯 就一定会補的了 不单止補这个 应该可以有机会 衝上来 5月3日这个高位 三万关 那三万关是什么呢 就是特朗普突襲 之前那天的收市位 这个星期五 突襲完之后 说要加关税之后呢 在5月6日 星期一一开就离开 接着一路跌 接着一路跌 接着现在才反弹回 那所以解零还需是令人 什么时候可以上回来呢 就是中美如果展开 重新展开茂谈的话呢 他就上得回去 如果呢 他只是说说 减息这件事呢 估计就可以两万九 就補一補 裂口 就未必上得到 就是站在三万 如果中美茂谈那里 OK呢 再加上减息呢 就可以三万之上 现在就初步这样看 好了 今天带动港股升上去的呢 最主要就是友邦 友邦今天就创历史新高了 升2.7% 其实走势一浪高于一浪很理想的 那大家知道 本来呢 就是友邦 地铁 就是港铁 和领展 那领展去到一百元 好像有少少阻力 现在还未升得到 但不要排除它升不到上去 我觉得 我仍然觉得有机会突破的 那 昨天说过港铁 它发行警 如果它能够跌一成 或以上 去到五十元之下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是低级的 那它今天没有跌那么多 跌2.2% 而已 等下吧 看看有没有机会跌下去 那 友邦不同 这只就是一浪高于一浪冲上去 现在变成这只是领头羊 在充90 甚至今年年底之前充上100 最主要是因为减息 市场觉得它会有利 好了 另外一个板块呢 就是今天呢 是手机设备和手机零件相关的股份 就做得好些 试园呢 财机电呢 就说了 那些手机那些库存 相关的那些库存 就去得七七八八了 那这个消息传了出来 第一个刺激呢 就是这个ASM太平洋 那这只股今天呢 就升7.9% 那有点像这个商底反弹的 或者是什么形态都好 总之现在突破了呢 就是7月初的高位了 那上回来 那这只股 咦 如果你真是当它是商底照良照度 它有机会升回去之前 4月的浪顶 大概96元的 那这只股呢 就是手机的 芯片相关那些 它做得好 那其他手机相关的设备股呢 都会反弹了 今天恒指成分股里面 升得最多的那只呢 就是信羽光学 今天就升2.85% 那它其实都是有点凸头的 7月初的高位 它今天都是升破了的 所以呢 都过几次ASM太平洋 不过呢 就没有那只那么大棍的意思 那如果它真是当是升得破的话呢 它一样自然照度 有机会都是回上去呢 今年4月那些高位 其实4月那些高位呢 这只股呢 就一百零几元升 就这一天 这一天一百零几元的 那其实呢 都可以说是 挺高位的 那这个高位呢 一路跌跌到下来 这一天呢 五月呢 就跌了整三分之一 跌到六十几元的那一天 那现在反回上来 九十元变 去到接近九十元 如果真的做得好 有机会上去一百零几 好了 另外一只股份呢 今天呢 都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呢 就是呢 近期那些保险股做得好些 我寫文章就讲的那只财险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这只就是平保的 那些消息 当然是鹿金锁的那些消息 那其实最主要的走势呢 它都是靠近上去 靠近上去之后呢 现在呢 就好像呢 有些想冲之前 7月初这个高位那样 如果冲得穿的话呢 又是一浪高于一浪的走势 这些是密切留意着的 好了 总结而言 今天港股呢 冲回上来之后呢 有机会转做绿燈 四分之三机会 当然我们等它确认 两个确认 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连续三天站在呢 二万八千七百十五点之上 或者它呢 直接升穿呢 7月2号高位 二万九千零七点 这个位呢 就更加理想了 那就转做绿燈 转做绿燈呢 就估计它有机会呢 是回补这个下跌地口 如果中美贸谈乐观点呢 甚至有机会呢 就上回来三万 那样 那今天分析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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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